What's up 大家好 這是一品福德家 90年代末恐怖的陽姬王朝 想建立三連霸 卻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危機 我們盡開頭 歡迎收看09最Limduzzy MLB今年戰役解說 用我的方式帶大家一起回顧一些棒球歷史當中的經典賽事 當中一些吐槽內容的純屬效果 所以大家就抱著輕鬆的心情觀看吧 如果想看其他棒球內容記得點進我的頻道唷 影片看完之後不要忘記點個喜歡 訂閱我 並且在下方留言和我一起做討論唷 現在讓我們開始 這次要解說的是 邪惡帝國陽姬王朝Part 4 2000年季後賽 4年三冠 理論上早就已經算是一個冠軍王朝了 至少我是這麼想的啦 但是對於一些比較嚴格的球迷來說 沒有來個冠軍308就別想說自己是個王朝 但是要連續三連奪冠談何容易 要知道大聯盟百年歷史當中 只有兩支球隊完成過三連霸 其中最近的一次已經是70年代的 奧克蘭運動家了 或看看歷史較短 卻產生過更多三連霸王朝的NBA LeBron James統治東區8年 以及勇士連續5年打進決賽 也都無法完成三連霸的成就 楊姬想要完成三連霸 顯然歷史不是站在他們這邊的 2000年賽季正逢楊姬對死第100個年頭 目標再躲一貫的楊姬沒有96年的後來居上 沒有98年的強勢衝鋒 沒有99年的低調穩定 而是真的打得很87 整年只拿下87勝 賽季最後18場比賽狂輸15場 而且還是一波T連敗收尾 像是這種play竟然也發生在王者楊姬身上 楊姬雖然差點搞砸9月份還擁有9場勝差領先 但最終還是成功守住2.5場勝差優勢 淘汰波斯的紅襪 保住衛冕的一線生機 這年基本上還是靠著冠軍老班裡撐著 並沒有太多更換成員上的動作 但有兩位超級巨型的加盟不得不提 一是禁藥教父Jose Conceico 將禁藥文化宣揚給我大楊姬隊上 二是正義大帝David Justice 信守Part2時所許下的承諾被楊姬給挖了過來 究竟他是怎麼讓這支整個季後賽戰績最差 進季後賽前狀況糟糕透頂的楊姬重返世界大賽的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第一輪再度橫掃遊記兵 嘿嘿 想的沒 這年沒有遊記兵讓你們欺負 反而是魔球軍團奧克蘭運動家重回季後賽舞台 要來終結楊姬的冠軍霸業 第一場就要面對Roger Clemens 就先來個逆轉勝 下馬威終止楊姬季後賽第一輪的六連勝 下一場楊姬趕緊派上單季十九射的派帥 才跟某聯手玩封運動家斑屏系列 關鍵的第三戰 誰能搶下將能取得極大優勢 運動家派出對上新王牌Tim Hudson強勝 而楊姬也不甘示弱 派上目前生涯季後賽全勝不敗的El Duque 雙方又上演一波經典的季後賽投手大戰 El Duque投7局只失2分 Hudson更是投滿8局 不過卻是一場玩頭敗 Mo直接抓下最後六個出局數50分 楊姬取得聽牌 無奈沒拿下第三戰 運動家只能派新秀投手再抗衡Roger Clemens 結果Clemens又爆了 第一局就被敲三分蛋一路向西 結果只投5局多就失了6分 反觀賽鳥投手Barry Zeto 只讓楊姬攻下一分 以一個十分差的大勝 將王者楊姬逼到第五戰 有Hudson和Zeto兩位年輕投手崛起 看來未來幾年的運動家將會非常之可怕 就在運動家氣勢大漲之時 楊姬就像一批派對終結者一般 在第五戰的第一局 就毀滅了運動家的希望 第一局就攻下6分大局 但還真別以為這樣就已經提前結束比賽了 運動家可不是省油的燈 從楊姬手中一點一點的追 還真的越追越近了 但是這個男人橫空出世 一棒將運動加給擊敗 新同學正義大地的楊春炮 竟然僅僅是楊姬整個系列賽 無償比賽當中的唯一一轟 但來的正是時候 楊姬維持兩分領先 一直來到最後 就在莫爾超越Dennis Eckersley 成為季後賽史上救援王 帶領楊姬驚險重返美聯冠軍戰 美聯冠軍戰對手又是一個強烈 慾望終結楊姬王朝的美西球隊西雅圖水手 楊姬又想再闖世界大賽 一番苦戰無法避免 就像第一輪一樣 楊姬先被對手嚇出一身冷汗 被一些台灣球迷的熟面孔如 賈西亞、Sasaki以及這位 聯手完封楊姬第一戰敗北 第二戰楊姬打線仍然一片死急 就算L Duque8局11分 也救不了楊姬這年美聯冠軍戰 目前放上的16個0 直到剩下最後6個出局數的時候 直到右邊 Javier回到後 看上去 傳說中的一回殺 單局灌7分 海放水手 楊姬打線徹底復甦 第三戰水手連續三場掀持得點 但下個半局的頭兩名打者 Bernie Williams 跟Tino Martinez 馬上來個背靠背 此時的楊姬顯然已殺紅了眼 何謂殺紅了眼 看第一輪兩場比賽 投了個屎一樣的Roger Clemens 怎麼觸底反彈 投出季後在史上 最具統治級的表現之一 就能略知一二 七局無安打 一安打完封 單場15K 這就是典型的楊姬市觸底反彈 然後再靠著Gitter的三番炮 跟正義的兩分蛋 面對極大威脅的選手 還是用四戰就取得聽牌 第五戰賈西亞再度包辦選手 兩場勝利投手 Edgar Martinez開轟 楊姬整整留下15個殘壘 得點圈打擊率僅1乘33 不過沒關係 楊姬又輪回L2K先發 拿下系列賽看來勢在必得了 媽 才四局上敗楊姬已經四分落後 難道要連續兩輪打到最終戰 才能分出勝負嗎 那個男人可不這麼認為 後悔Posada跟Paul Neal 連續安打將滿壘的三面跑者 都送回來追到剩下一分落後 比賽來到七局下半 一人出局 一三雷有人 輪到第三棒 正義大帝 David Justice 楊姬重現傳說中的一回殺 單局冠六分再度放生水手 A-ROAD遲來的開轟也無濟於事 楊姬把有兩分的領先交給Paul 執行最終的審判 即便被對手各種戰機碾壓 都不知道該不該以過去的成就 來衡量這隻棒球王者的時候 楊姬就在半個月之後 歇取意外又帶著點不意外的 殺進世界大賽 每年冠軍賽MVP 就頒給敲出關鍵逆轉三分炮的 大衛正義 2000年世界大賽 即將迎來實際意義上的地鐵大戰 什麼是地鐵大戰 就是兩隻位在紐約的球隊 要打系列戰的時候 雙方球皮只需要搭地鐵 就可以抵達雙方組場 看完這次的系列賽 成為地鐵大戰 例如南港展覽館大戰木炸動物園 你也可以叫他做捷運大戰 現代的地鐵大戰 自然就是紐約羊姬 vs 紐約大都會 大都會是踩著巨人及紅雀的屍體 晉級世界大賽的 總共只輸掉兩場比賽 他們反而打得比較像前幾年的羊姬 投手有對上聖頭王L.Lighter 國聯冠軍戰沒人動得了的MVP Mike Hampton 打者有證實奢亞年的Edgaro Alfonso 當然還有名人堂Pizza Mike Piazza 你說羊姬有勝券在握嗎 這連羊姬狀況這麼迷還真不好說 大都會要給羊姬壓力 拿下第一戰將是最直接的做法 第一戰就看到兩邊聖頭王的對決 雙方互不相讓 直到第六局正義才突破將局敲回2分 然而大都會下個半局馬上就做出反擊 滿壘得3分逆轉比賽 眼看大都會真的要拿下第一戰 遺憾他們的終結者不叫MARIANO RIVERA 比賽進入羊姬這年季候賽的第一個延長賽 不過大都會已經錯失了結束比賽的最佳時機 只能眼睜睜看著羊姬隨便來個人再見這場比賽 第一戰沒被大都會奪去 羊姬已經排好下兩場先發投手 才投出史詩級表現的ROGER CLIMENS 以及季候賽不敗神話L2K 看來是一個三戰全勝的節奏了 第二戰的觀戰重點不完全是羊姬會不會二連勝開局 或大都會能否斑平系列 大家更想看CLIMENS和PIAZZA兩個人之間的牛肉 別忘記出CLIMENS一顆火球 直接招呼在PIAZZA的頭上 滿滿的火腰味在PIAZZA第二戰第一次上場打擊 馬上就爆發開來 至於之後PIAZZA跟CLIMENS兩人之間的愛恨情仇 有機會開個專題再另外討論嗎 回到這次的地鐵大戰 CLIMENS延續上一場的好投 這回投8局9K直被敲兩隻短場安打 羊姬順利收下二連勝 第三場輪到勝利保證L2K 結果竟出乎羊姬膩料之外 大都會不只終結L2K個人季後賽六連勝 更終結羊姬的世界大賽十四連勝 最要解的是許多專家感覺到大都會這個中段連勝的氣勢 將讓世界大賽出現重大轉折 2000年世界大賽第四戰 在大都會主場全場球迷大力幫自己的主場球隊聲援 堅信大都會能夠翻平系列然後力轉奪冠 在這龐大的壓力之下 羊姬辯證讓Jeter率先上場 要面對來勢洶洶的大都會投出的第一球 Jeter has been in the leadoff spot before this year When Knoblock was injured in particular And he goes after the first pitch Way back left field Derek Jeter He's on and out Goodbye home run First pitch homer for Derek Jeter 首局首打息首球全雷打 全場瞬間鴉雀無聲 羊姬再度化身派對終結者 只是這回他們似乎終結了大都會最後一絲求生欲望 第四戰勝利之後 第五戰大都會雖是取得領先 但又被Jeter開轟追平 Jeter幾乎僅憑一人之力就搞垮整個大都會 大都會教頭也呈現半放棄狀態 來到第九局仍然讓34歲老將已經投了要140球的L-Lighter 序頭 其結果便是早晚讓羊姬突破僵局 正式在九局上半攻下兩分 九局下半就交給史上最強終結者 Mariano Rivera 了 就這樣羊姬在迷航了整個賽季之後 還是在最關鍵的十月份回到正軌 奪下隊史第26冠冠軍三連霸 五年內奪下四座冠軍 這就是二十年前大聯盟的最強王者 紐約羊姬 記得隻手摧毀大都會 或頒世界大賽MVP 連同明星賽MVP 這年就差個年度MVP 就能夠在一年內南瓜三大MVP了 而明年將百分之百入選名人堂的他 生涯卻是一座年度MVP也沒有 關於他的生涯故事是怎麼發展的 馬上就要在下一部影片揭曉囉 到此90年代末的邪惡帝國羊姬王朝 通通介紹完畢 至於羊姬在這之後 緊緊拿下的唯一一罐 或是在這之前的二十幾罐 甚至是已經看逆我獎羊姬 想看羊姬就在滑鐵爐的其他隊球迷 一切的一切 夠等明年再說吧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 謝謝大家的收看 影片看完之後 別忘記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 再喬一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最後再到粉絲專頁按個讚 有任何消息都可以在第一時間知道唷 如果喜歡這個單元還想再看更多的話 就在下方留言想看我解說的經典戰役吧 See ya!